哈哈 嗯 所以 对我们还是没有麦克风 不是就麦克风那个叫什么 画头 嗯对 那不是一回事吗 不是 好像是 所以来聊点什么 我问你你不说 我一直在我我还在想 要不要从李克强 开始说起 你说你想说的呗 没有我就 上来 感觉就 就开始那没有 我觉得就就其实 我觉得很多东西就其实 就都很合理 哦 就是你你你 也可以说你的你不是你不是 担心呢就是 你不是当时 也在想那个 你们不也在纠结 就是那个 是要不要把那些东西全变灰 嗯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纠结的 还好吧 因为是因为没有收到命令变灰 你们就不变灰是吗 嗯 不是啊 这种事情呢就是因为之前也碰到我 所以就还好 没有我只是 我只是觉得就是说 其实 就是我总觉得我我我 其实有句话就是说 就是真相一直在 可能在人民日报和 大纪元中间 就 当然 但有可能有时候大纪元比较那个就是说 大概15年前有本就是 法轮功的那个报纸 然后就是他们 就是 就是 内地 就是大纪元有些事情 就后面被证实是真的 然后就很正经 然后 然后 大家后来发现 就是就是 其实是有内部消息喂给他们 大纪元是更高的 对啊 就是就是法轮功的问题 就真的是是有中共就是内部的人 就是 当然他们有也会给稍微 不那么就是比如说 亚交周刊啊 这种凤凰台之类的 就是也会为一些那个 当然现在凤凰台记者 要有内部也没有报出什么内部消息 拿个采矿 就是 傅小田也没有 没有什么内部消息 就是他自己变成了一个 一个 内部消息 内部 对 一个很大的新闻 但其实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拉出什么 外交部的就是 只是把缸子拉下去 没有 我换收获的一个想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就 他 就是我觉得真意原来就是在那个 他的那个待遇 就 就 有一派说就是明显的是打压 就是说是那个 就 习近平因为他们原来还是有这种竞争关系 然后 但有一不说就是说反正总理一般就只有这个待遇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真实的情况 我觉得就是有本来是两派的那么 就是有就 看到有人说就是说就是因为成红然后要求然后包括他女儿不露面 然后 然后 最后他的确没有露面 他女儿就是新闻电波 哦 这样子啊 嗯 就是他女儿女儿要求就是说他不露面 当然 我们从我们从来不知道 他女儿的情况 只是说这次我们知道他们的女儿有可能没有 没有结婚 就是因为 他自己家里办的那个灵堂的那个上面是就成红和女儿 就是送了一个花球 就他们那样 就是 对 就是家人送的就只有他遗孙和他女儿了 就没有其他人 就如果他如果有个女婿的话肯定说是 说是就是 嗯 一起送的 当然有可能他女儿是娜娜我们不知道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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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 全命啊 哈哈 要这么说肯定 反正官方肯定不会 不会说 不会把这种事情 抖出来的 就是说 这种事情他们 他们很难听上不了大药 但是我觉得就有一种就是 就我们看到有就是消息说就是说什么 就说 就是 就是有这种刻意的就是说保持就是一切照常的这种动作 就是官方的就是说各种各样的就是我觉得不存在 如果是完全不存在打压我觉得绝对就在扯淡 嗯 我到第一次知道他也有个女儿 很多人是女儿王岐山也是一个啊不是王岐山王岐山好像是不是一个是一个女儿 那我们肯定不知道这是国家机灵 那我们肯定不知道这是国家机灵 这样子 你教什么呢 我不认识英语吧就跟他妈一样 这样子 嗯 我觉得大概是这样但也不重要 嗯 是啊 嗯 然后剩下的我觉得就有可能就是说 然后大家会想起来就是李克强死了之后 就大家会想起来还有很多人 还有很多人会要死 就是 就胡锦涛欧然后温家宝朱仲基 朱仲基就是我已经插管 据说 据说 你要是知道朱仲基插管 你起码也是一个正就是相关部门的正部级 中级多大 中级多大 我需要临时查 但你想他 他16大退的 那16大退的他差不多 所以他15大没有退 15大他 那现在肯定起码将近90 嗯 他肯定就比江泽民小一点 对终于就会插管了 然后然后然后 所以我在想就温家宝 我觉得还是其他的 温家宝还好 但是就朱仲基会 会觉得和胡锦涛这两个事情 会比较难搞 我觉得从就是说民间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可能朱仲基相对来讲 嗯 相对来讲就是说会反弹比较大 因为就是说这两个人 在政策方面就 就是基本上朱仲基 你可以说李克强是 李克强是朱仲基 隔代指令的嘛 就反正就是说大家都是 就这种很 就是 就是说这种非常改革派的形象 在那里面 你们就反弹了 就民间就是说 就是说大家就是 又会就是说把就是 如果这个人死掉的时候 又会拿习近平来做对比 就我就对民间来讲就是说这种 实实际上政策面的那种 政策上的那种对比 有可能就是把朱仲基 跟习近平来做对比 然后 我觉得李强都不太重要 就是把朱仲基就是说 他是一个唱的 我开个开放 然后习近平就是一个开倒车的人 然后 然后但是但是我觉得都对官方来讲 那有可能 胡锦涛来讲形式上来讲就是 从那个程序上来讲 胡锦涛对他们来讲更麻烦 因为胡锦涛首先他是一把手 而且胡锦涛就是说你江泽民 就是给江泽民的基本上 胡锦涛都有 而且从形式上来讲就是 就 江泽民就是 就是02年03年02年末03年初就是退了 退了他那个党政的职务之后 在军委还带了两年 就他还当了两年军委主席 然后 胡锦涛就是裸退了 嗯 他就是裸退了 然后就 就和当前的一些 一些操作就是真的 比较鲜明的对比 嗯 是啊 就好不容易你说的都是一些 事实性的陈述 我没有讲就什么意见就是我们 意见真的不重要 没有我不是说你的意见就是 你当然就是 不可能有什么样的洞见 因为就是 知道的这些事实性的陈述 大家基本上也都了解吧 我说的是就是相对于 你有时候会把一些看来的东西 信以为真 我没有说信以为真 我有时候也只是转述而已 但是你转述的时候 那种语气就会让我觉得你是 没有 我没有 我跟你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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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就只是就 大家就是哥们吃饭一样 就是 吃 喝 吃了喝了 然后就忘了 就 你 就我把 我把你当成我这桌的 然后你把 你把我当成 隔壁转述 我不知道啊 没有 我就是只是一个转述而已 我 我 那种东西 因为我觉得一听就 觉得 就很难说那个 就是 就是我觉得就属于听闯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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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自己的意见就 说 怎么样 就 我觉得真的就 那我就 就就就就就就 太阳底下不心事啊 就是你你该说的就肯定 有比你就是说影响的更大的人都都已经说过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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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次不是说李克强是 嗯 是什么 嗯 就是上次你说指定他的是另一个人 然后你今天没有我说 没有我说 所以我就会 嗯上一次我把你上一次的那个说法 跟我的朋友说了 然后呢 他们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然后你今天确实就也又换了一个指定的人 所以我上次说是胡锦涛 胡锦涛指定的 没有没有 我不是说指定的 就是胡锦涛 的确 的确有这么一种说法 就是说 就是当时胡锦涛希望那个 嗯 那个叫做什么 李克强来接一把手 然后那个温家宝希望汪洋 来接 总理 哎 反正这这些这些这些就 这这些 其实 我胡锦涛胡锦涛李克强 这条线其实是很清楚的 不是你跟谁说的 你跟你们同事说的 嗯 没有 这个这个这个 胡锦涛想要李克强这条线 基本上是共识的 就就就 你和谁的共识呢 不是 你和李克强的共识是吗 你 你 你要 你要这么表达 你没有错 也没有错 嗯 不是 但是属于 但不属于葛代 就就 但是你刚刚不是说是葛 就说是葛代指定的吗 你倒回去听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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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说中军 李克强的 中军你看上面我真的 我真的有点忘了 可是你 你倒回去听 我记得你开始还说是他指定的 你现在又跟你忘了 那他们到底是咋的 我觉得有 你开始是在信口开河吗 这个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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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就是说 就是说我 没有我 我当时已经就是有一点往回 吃我自己的 哈哈 是你自己的 不不不不 就是说我们不说 这个具体的那个人是安排上的女 哦 又不说了 好的 中军应该也是从 工程坛里出来的对吧 不可 这两个人不可能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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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哈哈 没有就是我们 我们在录这个的时候 那个 这怎么可能是从工程坛 就是就是也许有 但是他不可能在那就是待了很久之类的吧 这个感觉跟不可能毫无关系 我具体的记不太清楚 我就是有些有 就是有些有 有些人对这种事情记忆特别深刻 我我需要查 但是我不想查 我觉得你还不如我查呢 我们我们稍后查一下吧 就是下节目可以从这个 我就不知道你当时还能记得 那我我我我我我录完就要查 没有没有 就moving out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我还想说本来就是在这个时候 那个这个时候 那个黄伟瀚专访赖清德 赖清德的节目再说 然后然后然后我看看他那个预告 也对就是预告就是那个预告图 他说赖清德说他是最能让台台湾台海有点 有有就是保证台湾安全的人 我觉得不是就是就是其实你稍微想到这句话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就是离谱 是吗 赖清德自己说 嗯 赖清德他大概他的论点就会是说他是就是 呃这四个人里面就是相对最亲媚的 所以说他如果他他我猜他会说就是说因为他是最亲美的所以他可能可能能保证台美关系然后所以就就大陆就不敢懂 我觉得他的论书应该是这样子 嗯 所以他们到底是什么什么进程呢 他们是什么要要登记了什么快要登记了去据说郭泰民送了一百零几万 然后然后但是现在有那种就是有大家说一通没有那种买票的买签名的那个事情 你说联署吗 联署就是郭泰民的联署 票了十几万个签名了吗你是说 他需要只需二十九 他最后送了一百零九万 他说送一百零九万 就是我觉得还是算是一个算是一个就是那种也比较成功的 当然中间有没有就是民进党的人去帮他签 因为就是想要祸害另外一篇的竞争 就有没有民进党的想要帮他签 然后所以给他那个签 而且也就是说赖佩霞的那个美国国籍放弃的特别 那他已经弄完了吗 他已经弄完了 所以最后就是帮他加快了是吗 这话是你说 不是说正常的进程要停久了吗 正常的进程要停久了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就暗期吧 好了 因为因为这个还有淡期啊 淡期因为就就有可能 大哥不要不要不要抖哈 没有没有就就我觉得可能说就 你要是美国国务院你会怎么做 就是就是我帮他加快美国我说故意卡 还是说 这个怎么说都有道理的呀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淡期就是没有那么多人去办这个 而且赖佩霞他们 那你告诉我 有很多人去办这个的忘记是发生了什么 所以很多人要去办这个 就比如说沈富雄 又可能比如说当年那个就是说 沈富雄那种不然就从美国人从美国回来 然后就很多人就想踩穿 然后直接放弃国际 你确定有这样说的话 我我我怎么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你说话有 你说话有声音有更小 画本在我这边吗 不是他这个标识在这里 对啊 他这个天在你 你确定吗 你确定吗 因为我们中间就住了很好 然后这个都在这里 哈哈 我在这里呢 就这样吗 不是我我我主要是说 不是我 需要这么 就是Lessing的那么说 我觉得会有什么刀 会有一个刀 所以他怎么就是他们一对一 一对一啊 哪个节目 就是黄远翰那个节目 就是有 对啊 又封传媒那个有学宝的那个 节目 就是把学宝拿去了 那他是准备几号连组啊 不不不 准备准备 准备准备 那感觉还挺好看的 是啊是啊 对啊等一下我们就看啊 不是他肯定不是 登记是 对啊你知道你知道 没有因为我睡了一觉 我马上就要睡了 我就不出去了 我 哎呦我好痛啊 我真的不出去了 没有因为我睡了一觉 不是因为要这个 当然当然我有可能就是我睡 就我稍微 就就老子重启了一下 就是因为我觉得今天露露无归都在打游戏 然后感到悔恨 我觉得那个更有可能比打游戏 就打游戏只是单纯的浪费时间 当然打游戏还浪费劳 吃饭就就是你如果不玩游戏 我们就不需要吃那么多饭 我觉得还是买个买个叫什么 没有我没有说完就 我本来想说一下就大水 但你觉得郭台铭最后会那个吗 他说他送了一百多岁 但他他还可以选择不 不让自己的名字出现 在选票 他他应该现在还是可以选择那个 不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那个选票上 他说可以 我不知道啊 你太需要这些东西就是 How everything works 好的 我只是觉得就是 就是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他只需要二十 什么叫做他只需要二十几万 的名字啊 就是他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 就是他 他需要 他需要 他多久之间要 然后什么叫做只要啊 这听起来工程量很大 就是我不知道他们那边这个是怎么 他就是从十月中到 就是今天还是昨天 对啊 那不就只有大概二十 那你可以提前布局 怎么不局 就是说我说他这个 从上到下的这个 到基层的这个组织 到底是什么样的呀 他可以请人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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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比如说可以去那种市场 也是 人多的这种 然后他 不是他肯定会有那种 他可以预告嘛 你说 那你说电影是怎么弄的 嗯 嗯 你的电影 电影你要说大家可以来看 所以才会有人看 电影不就也是强调就是说 第一周 可是我还是觉得 第一周 你说二十天弄一万个签名 我觉得就是 OK 我大概知道这个事情可以怎么弄 你说二十天要弄二十几万个签名 我就会觉得 那就是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样做到 他每个县市都会有人帮他弄啊 就是 就是每一个县市是吗 对啊 他总共加起来那个 总共有多少个县市啊 总共的人口是多少啊 台湾总共二十三万还是二十六万 啊不 两千 什么 两千 两千 两千三百万还是两千六百万 嗯 这样子 嗯 我不知道啊 我跟他不熟啊 我又不知道他有什么选择 你的手机 就是他有本机化的共商 哈哈 谁不是呢 我也 什么叫他的工厂 富士康的工厂 他是怎么他是就是给富士康代工吗 还是 他给苹果代工啊 对啊 对他给苹果 不是他就是 哦富士康就是他办的公司吗 对啊 哦这样子啊 哦怪不得他有钱了 大哥 郭泰民参选已经半年多了 没有我觉得我觉得就 但是我我还想说一点就我觉得觉得国民党真的是 是 那他是怎么 那他是怎么 他现在还在富士康做一线的管理吗 没有 他现在没有做一线的管理了 所以就是说 富士康当时发的什么 他只是当一个国 他应该在董事会 董事会有可能还有习惠 但是他没有做一线的高管 就是没有做CXO了 那现在是怎么呢 是 他是还是大 那是怎么他儿子在大 他有儿子吗 他应该不止一个 想要改嫁已经 他儿子 改嫁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在就是 他儿子好像 那应该也是比我们大一辈 I don't care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既然他是不是 康的创办者 那我就会想要了解一些 就是其他的事情吧 就是 怎么采访 你想这样去采访 不是我就想 因为我觉得企业还是 就是很有生命力的一个东西吧 所以就是我想 没有生命力的一个僵尸 那当然也有可能 但是就是他你做到 他至少曾经是有生命力的吧 就是我会想了解说 比如说 他是 嗯 怎么样的过程中创办了 这个 那你可以去了解 但我们本期就不讲这个事情 然后 没有 我想说就是 我还想说一点就是 说其他一点 就是国民党就 就 我觉得国民党就是 太 我觉得我不知道就是有点太急于求全 我觉得就 整个就是选举下来 给我给我的观感 就是 我觉得他说 他有可能觉得就是说 胜败 在此 但我觉得其实还好 就是我那天跟你说的 就是实在 我有一阵子前路上 下次还有 露宵院 然后再下次还有 江湾 我觉得国民党其实 其实他就是 新生代已经 已经出来了 就是他 他他继承的组织力量还在这里 就是 就是我觉得 就是 就神后熊他那个 对国民党就有一点 怒气不争的感觉 我觉得还是挺那个的 就是我觉得 柯文哲他还 他就懂得到最后一个 到底就是说 就是他 你可以说是因为是他 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他明白就是说 有可能就是说 对于就是说这种 非民进党的人来说就是 到最后一刻都是一个 拉抬自己的人 就是过程 就是还是都是 这都是谈判的一部分 就是说大家 只要最后没有 在那个签字 就是说你都是 就是 就是 就都还是有 就是说去做宣传 去就是说 拉抬自己 甚至说打压对手的一个空间 就是说 就我 当时就是 就是那个柯文哲 就是说大概 百分之三十 就是说他TBS 有一份名料他第一名 他超过 甚至超过耐性的吗 我觉得就是说 当时我觉得就是 柯文哲也有可能觉得说是一个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他 有可能觉得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 开始考虑就是逢高出货的事情 就是 事实证明其实这个 这个我感觉是对的 但是 就是 就我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做的很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他其实在在最后一刻他还在 就是 但是你对国民党来讲当然很烦 然后有可能 也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可能他觉得就是知道就是 登记截止最后一天之前 都是就是说还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 其实有一点 有一点 就是 菜市场买菜的那种感觉 嗯 你说完了是吗 我说完了 然后我觉得差不多这一期也可以到此解释 哈哈哈 你知道我就想什么了 你说 就是我 就是我觉得你刚刚真的好认真的在跟我讲这一段 但是你知道我我我脑子里就完全就是就是我我看着我今天我回头看了看我今天整理的柜子就是在心里赞美了一下我整理的柜子然后等我回过神来发现你还在很认真的跟我讲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很像昨天我们看那个 嗯 康熙来了就是那个人叫什么高晶高晶素美高晶素美对的那一期里面就是高晶素美很认真的在跟 所以没有人听啊就是高晶素美那样我就没有人听啊就是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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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文哲的这样子就是经常才有票 嗯 所以真的很适合去 去做那样的事情 去做那样的事情 我现在不就是这样做那样的事情就是分析 好的好的 嗯 挺好的 正好也30分钟了 嗯而且而且那个节目马上就就手印马上结束了我们之后可以直接看视频